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可以跟客户一起去开发各种不同创新的应用 成为创新的推动者 大家好,我叫Sabrina 我在台湾Bosch是担任这个Mens感测器的业务经理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把我们的Mens感测器推广给各个不同领域的客户 来一起打造智慧联网的运用 Bosch SensorTech专注于消费性电子的运用 那我们的产品主要都是以Mens制成的感测器为主 包含运动感测器、环境感测器 产品运用的范围很广大 从你日常生活中会见到的像手机啦、手表啦、耳机啦等等这些穿戴式装置 甚至广泛到森林火灾的侦测 Bosch从2008年开始在台湾 设立Mens的推广业务 我们也跟随台湾产业发展的脚步来走 最早呢是运用在手机、智慧型手表或是耳机等穿戴式装置 甚至慢慢的呢推广到这个工业用的产景 比如说工厂里面的工业用平板或者是搬运机 我在2014年的时候加入Bosch 在这十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子 就是在疫情爆发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气压感测器被用来疫苗运送侦测储存的环境状况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公司也面临了严重的供应链危机 要把气压感测器及时的送出去到客人手上也是非常艰辛的挑战 Bosch有一句slogan叫做Invented for life 以前我都觉得这个life指的是生活 因为我们的创新科技可以为人民带来便利的生活 可是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 我觉得它指得更是生命的价值 因为其实我对新的科技一直都充满了好奇心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各种不同领域的科技 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可以跟客户一起去开发各种不同创新的应用 成为创新的推动者 可以真正innovate like a Bosch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